令人心动的奥范尔周深的神奇经历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因为前两天我姐嘛 说我外甥说她作业怎么的 不知道 然后我爸就说 哎呀我也跟你姐说了 让她不要凶小孩 好好跟她说 我说 哟 你小时候对我可不是这样的 就你会发现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在乘着 周深也是个需要鼓励的男孩子 力量最大的一次心动时刻 就是我是在 在一个节目某面唱将里面唱歌 然后我接完面 他就很激动 他说 天哪周深啊 你怎么还没有红啊 就是那一句话 我就当时一直忍着泪 他也没有人想听我唱歌 你就发现 原来我就只是在做我的事情 有人是看见了的 周深参加节目被当选管 其实深深也有过坐棱板凳的时候 有有有 我第一次去那个 海选就参加好声音 所有的都已经试完了 哪怕试了四五遍 然后最后选管就说 你带的选手呢 我当时就 我还要带选手吗 裸词是解救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说到像裸词这个词 大家会觉得很贬义 我在一学院那个时候 我就每天就是精神都快崩溃 我觉得我离开那个学校 去到音乐选也是我的一种裸词 那大家可能会第一反应就是 啊 一学院你为什么学不下去呢 我说很难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我在继续那样的生活 我在继续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我整个人可能会坏掉 所以我觉得如果裸词 在某个程度上 是在解救自己 我觉得是应该要 提倡他敢于裸词的 除非但是一定要 你想清楚